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方获报到场他还不肯出来 立刻把手机画面删光光 三名园警好说歹说 最后才把人揪出厕所带回警局 将那个手机塞入那个 侧间的夹缝当中 我们到场之后是只有诸位 事发地点在台南这一栋住上混合大楼 里面有很多的补习班 男子疑似之前在这上过课 很熟悉地形环境 13号下午他走楼梯爬上四楼 趁没有人时躲进女侧 他早知道隔板下方有很大的缝隙 分持两只手机往左右方向的厕所 同时偷拍 但手机伸过来这实在太明显 如次的女同学发现立刻尖叫 冲出去求救报警 这是女生还蛮多的 对 然后出入方面 因为她是开放式的场合 然后也没有办法控管 更扯的是犯案男子 年约40岁是工厂基层作业员 当天13号太太要她早点回家过情人节 她却以要加班为理由回绝 人跑到补习班厕所躲一整晚 现在被警方抓个正着 甜蜜情人节不陪太太搞偷拍 这偷拍狼只能在派出所度过 三星新闻王少宇古仙台南报导